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那个云林骨坑 很远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把人身抓到上面去 他怎么逃 逃不了 那就是你的了 骨坑咖啡厅 对 它那边的夜景非常非常的迷人 它上面有一个咖啡大道 其实有五十几间的咖啡厅 我为什么会选这一家呢 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外表 就是很童话 很梦话 很浪漫 对 很可爱 对 选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外桥 好漂亮 它那个伞呢 就是感觉就是很粉嫩系的 所以你只要一坐上去 你就觉得你自己是个少女 听说那边的云海就是 有下过雨后会更好 为什么 因为空气就看起来更清晰 那些灯海看起来就更明显 真的耶 它跟一般的夜景不一样的地方 是因为你看它一点一点的那个 都是像 所以它就非常有规律的 然后它可以就是一眼瞭望过去 就是 好漂亮喔 对 你就这样看一些灯海 聊聊天 然后这样躺一下 是不是 不由自主的就靠着了 然后这时候你就趕快逼对方 拿些花或是钻石出来跟你求婚 这样 求婚的好地点 我觉得是 因为它逃不了啦 好 这一集播出之后 男生都不想去云林谷看他 不要这样啦 姊妹小姐 如果佑群老师约你去 你愿意吗 不是 我的类型 不是 她的类型 不是 佑群老师不要走 那我们的Ruby小姐呢 我也要介绍一个 就是会让大家丧失自制力的吗 等一下 是男生丧失自制力 还女生都会 两边都会丧失自制力 真的 因为它看起来是太好吃 而且它的气氛太棒了 然后这个是它的BAR的地方 那其实可以容纳很多人 就它是朋友一起去办派对 都非常适合 好时尚的地方 对 这一家它就装饱非常漂亮 女生们自己在那边自拍啊 拍照都非常好 男生如果带女生到这种地方 就会觉得它很有品味 很有品味 很有期待 它是炸螃蟹 那外面非常非常的酥脆 然后里面是很松软的感觉 它是海鲜耶 对哦 就是 WINI WINI PASA WINI PASA 我第一次看到了 真的太好吃了耶 晚上真的有好多地方可以去哦 真的 有YAMI 讲这种 比较野蛮的好不好 还有RUBY 这种 比较有情调的这种征服方式 大家赶快做好笔记 晚上就不会无聊 很多地方可以去聊是非哦 没错 我们也非常谢谢RUBY 还有YAMI 为我们提供 这种宝贵的资讯 要是喜欢他们两位的话呢 可以到官网上面去给他们投票 他们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特派员哦 另外日本大来宾杜鞭直美 也带了礼物要送给观众朋友 只要到流行新設立 官方粉丝团回答问题 写出正确答案 就有机会获得 日本人气諧星公仔文件夹哦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所有特别来宾 谢谢 谢谢老师团 谢谢 谢谢我们的张丽丝 林佑璇老师 来哦